第四集 1月27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林沐一雄 西元四公一和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驻京记者高野豪久 接见时毛主席发表谈话 日本人民最近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 中国人民深信 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 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人民忠心的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1月21日 为了表彰上海第二医院附属广辞医院抢救钢铁工人邱才康成功的巨大成绩 同时奖励解放军261医院 北京市儿童医院 协和医院妇产科 和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病案室等先进单位 卫生部隆重举行受奖大会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 祝贺全国医药卫生战线上的重大成就 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 介绍了五个受奖单位的先进事迹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副部长徐运北 把奖状奖品等 受于各获奖单位和有工人员 在河南太行山陡峭的鲁班货下 临县石板岩供销社开设了一个食宿店 共产党员申中信 一个人在这里砍柴 烧水 做饭 热心为行人服务 每天他都要从很远的山坡上 担许多淡水 为公社运输的社员以及过晚行人 爬过了陡峭的山路来到这个歇脚点 感到多么饥渴 申中信马上把开水端到面前 同志喝开水吧 真是似如甘露 这里也给你准备好了热腾腾的饭食 吃饱也喝足了 又该上路远行了 在太行山上 一人店让你感到了多少有爱和温暖 在炼铁炉旁锤炼了三十年 李凤恩经历了苦难的过去 看到了欢乐的今天 他从一个放牛娃炉前功 变成了今天的工程师副厂长 著名劳动模范李凤恩 从安刚到武刚永远不知疲倦 用整个力量来铸造社会主义大厦 他坚持参加劳动 依靠群众 解决生产关键问题 为党和国家创造了优异的成绩 一颗红心似火 永远向着党 我们这个时代的少年儿童 也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芒 去年七月间 黑龙江海林县 西沙河地区雷雨交加 山洪爆发 将三十一号桥头冲坏 这时二零一次列车开来了 眼看就要出危险 三个英勇的少年摇动坠旗 踏着铁轨向火车迎上去 让火车停下来 列车终于在桥头前停下了 他们抢救了一列车旅客的生命 这三个少年就是温庆海 贾树文 邹庭祥 他们是西沙河小学的学生 三少年临危不惧 机智勇敢抢救火车的高尚品德 受到共青团黑龙江省委 和省文教厅的表扬和奖励 团省委和省文教厅 号召全省中小学学生 学习他们的模范事迹 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到处都涌现出可歌可泣的 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人物 他们给我们的生活 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北方 另一颗红心也在那里闪耀着光辉 游地员刘天鹏迎着风雪前进 他的心只有一个 及时地把报刊 书信和包裹送到社员手里 黑龙江保清县十八里乡游电所 游地员刘天鹏 六年如一日 行走了九万多公里 准确无误地投递了几十万件书报和信件 他还带导天鹏 他还带寄信 带送包裹 带汇款 热心为群众服务 社员们爱戴他 送扬他 说他是风雪中的好红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